来 美大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人 绝不会因为任何的困难被打倒 对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天天是晴天 对不对 阳光灿烂 但是如果天天都晴天不下雨的话 其实我们也受不了 所以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挫折 真的只是丰富我们人生的一些故事 那只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自己星盘的 太阳的星座 月亮的星座 因为月亮跟我们的内在情绪感受有关 还有上升星座来观察 这几个星座的人 比较不容易被困难打倒 首先第三名 我们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为 看清现实 坚持下去 这样好不好 对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梦想 对不对 当我们慢慢成长 这个梦想好像破灭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困难跟挫折 金牛座是十二星座里面最务实 最能够看清楚我现在有什么 以及我没有什么的一个星座 好 就是说 其实虽然遇到一些状况 但是其实你能够脑筋就是 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还有什么样的资源 所以这个他们自己会认清 这样的现实之后坚持下去 不容易被困难打倒 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天蝎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为 摇紧牙关打死不退 天蝎座是十二星座里面 真的非常坚持 非常能够这种毅力不摇的星座 比方说可能假设有开餐厅好了 最近这个不景气 觉得餐厅生意不好快要维持不下去了 但天蝎座的老板就会想说 如果我真的因为这样子就收起来的话 我就被这个景气给打倒了 不行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们会开始怎么办 那这个餐这个组合不好 我换菜单我可能用其他的 要不拉高这个价格做这种顶级客户 或者是我就卖这种很平价的路线 想办法度过难关 虽然这个眼前是有困难的 但是我一定可以撑下去 所以他们是不容易被打倒的 那么第一名呢 如果有太阳 月亮跟上升 是在射手座的朋友 有哦 原因是因为 怀抱 希望 乐观 面对 对 其实我们今天三位来宾 都是月亮双子 真的非常的巧合 月亮射手 月亮射手 非常巧合 我也是 建成杰也是 好 像我们刚才讲哦 天蝎座的人 他们是会知道 我有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抱着一种 我会跟这个困难共处的一种心态 比方说可能这个天蝎座的朋友 可能腰不舒服 他就会想说 我觉得我这个腰 腰痛应该是不会好了 所以我要知道 这个可能怎么做比较舒服 怎么站比较不累 那像金牛座的朋友呢 我可能哎呦 我腰痛 那我赶快去看医生 听医生的话复健 这是金牛座会做的 可是射手座的朋友 假设今天腰酸腰不舒服 他们会想说 没关系啊 我可能这个 昨天睡觉知识不好 过两天他自己就会好了 也就是说 月亮射手的人 他们内心有一种 别人觉得你真是莫名的乐观 永远会觉得说 没关系 我可能睡一觉之后 明天就会没事了